来到太古城中心地下 我们看到有三样很重要的物品 在载人航天任务里面 如果有人要上太空 必须要有火箭和飞船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好像一个时钟的东西 其实是返回舱 返回舱有三个重要的功能 首先就是运载航天员升空 然后就是运载航天员返回地球 第三个功能就是驾驶舱 用来控制太空船 很多人以为航天员是坐着上太空的 其实是不对的 他们是躺在这上面上太空的 原因是火箭高速发射的时候 坐着会令航天员体内的血液 很快地流到双脚 导致脑部缺血缺氧 航天员因此会失去知觉 现在你看到的这件 就是中国人的舱内航天服 就是让航天员穿着这件航天服 在太空舱里面使用的 但神舟7号航天员宅志刚就有点不一样 因为他要进行太空漫步 要离开太空舱 所以当时他穿的是舱外航天服 究竟为什么要有舱内航天服 当太空船一边升空的时候 气压是会不断下降 所以太空船本身就要加压 但是当太空船升得越高 空气越稀薄 令到压力越低 万一有空气泄漏 航天员就会有生命危险 过去俄罗斯就曾经有一个航天员 因为舱内气压失调而死亡 舱内航天服是将航天员完全密封包裹住 当航天员进入舱内前 他会用手提的通风机 将空气打进这件航天服里 令航天服里的压力调节到我们正常的生活水平 舱内航天服的其他功能 其实还包括航温、防潮 还有方便排泄大小便 原来不论在哪个国家的航天员 当他们上太空和返回地球的时候 都会穿着成人纸尿裤 这个就是舱内航天服特别的地方 我们抬头看上去 会看到后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降落伞 这个降落伞是给返回舱降落时候用的 火箭升空需要八分钟离开地球 但在回来时就一定不可以同样的速度 因为太快的大气压力转变 一样可以令航天员死亡 这个降落伞的用途就是减慢返回舱的下降速度 其实这是两个辅助伞之一 其中一个是引导伞 会将另一个中型的减速伞拉出来 当减速伞将返回舱的下降速度降到适当的程度 主伞就会打开 这个减速伞的总面积达到1200平方米 能够将返回舱慢慢下降 你们可能会问 为什么减速伞上面有这么多的洞 是不是真的 原因是面积大 会在下降时产生非常大的阻力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洞 返回舱就会左摇右摆 足以危害舱里的航天员 最后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返回舱底部 还有很多枚反推火箭 它们会在返回舱降落到离地面一米左右 自动发动 将舱体推高 提供最后的缓冲作用 令返回舱安全着陆 由此可见 整个设计都是非常不简单的设计